陆台长你好 你好 我帮一个同学问 他是武器人时机的 男的女的 男的 想问什么讲 看到有没有灵性三体 他这个出毛病了 经常自言自语 他晚上睡不着 自言自语 身上有灵性听得懂吗 等一下 是 他说什么话的 他说白话的 白话佛法是我说的 他说什么语言 他说海风话 本地话 香港话 广东话 广东话 你跟他讲 我告诉你 他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 像一个动物 在他身上 所以经常让他跳啊跳啊 走起路来像跳跳一样 一个跳鬼啊 在他身上 他自己年轻的时候 杀过一个很大的动物 有没有 杀过 他说 他说你 你刚刷了个动物吗 他说年轻时候不清楚 没有杀过 什么叫不清楚啊 狗杀过吗 小猴子杀过吗 大老鼠杀过吗 小猴子杀过吗 小猴子杀过吗 你跟他说什么呀 他说万计了 他不清楚 忘记了 他跟你说 他杀也很重的 他这个已经出毛病了 你知不知道 你叫他要好好放声了 我告诉你啊 他这个睡不着觉 是很长时间了 你跟他讲啊 他说半年半年 他说半年 我告诉你 接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了 他一个左眼 左眼啊 经常跳 而且左眼以后 慢慢会看不见 明白吗 还有 他以前咬 跳过眼睛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眼睛已经看不太清楚了 还有啊 他的左手发麻 每天早上 那是右手 洗澡啊 戳背啊 他说咬啊咬啊 对啊 每天早上 讲都不要讲的 手发凉 脚发凉 听得懂吗 你要好好听台长话的 你要放声的 像他这种人 现在走掉的话 是下去做鬼 听得懂吗 他说听不懂 麻烦了 他你说 他会 他会听啊 会听 你要叫他每天要念经 念大悲咒 念心经 他现在念经 念三国多益 他问你 那个经文 念得好不好 他已经念了 念得三国多益啊 已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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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王子呢 小王子他念得好不好啊 还可以 他这个人啊 没有胆量去搞别人 但是呢 小气 然后呢 心眼很小 我讲你小K啊 听得懂吗 急不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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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 他换三国 他换三国 换多少 放生啊 先放两千五百条 他这个人啊 我告诉你啊 他这个人啊 很小气 自己都不舍得用的 他把钱全部藏起来的 明白了吗 我都知道啊 我都知道他藏在哪里了 他说对啊 他说对啊 对了 肯定对了 我讲了会错的 明白了吗 你跟他讲啊 看得见 我告诉你 家里不大 但是呢 还是蛮干净的 他这个火台啊 左边啊 有一个窗户啊 下面有个沙花啊 对对对 你明白吗 他问你 要不要出药啊 现在 他现在啊 我看看啊 你叫他现在吃半颗 去跟医生说 我现在好很多了 医生 我能不能减量 吃半颗 听得懂吗 跟医生说 我吃半颗药 医生会给他 然后他的脑子会好 我告诉你 他的 他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啊 他的头发就是吃药吃的掉掉了 明白了吗 而且他的脑子发呆 明白吗 其实他过去脑子很活的 做小脑筋 做小生意特别活 他还会帮人家delivery 送东西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吗 他现在这个小房子 要念多少 小房子啊 一直念下去 小房子一共要念 八百张 好吧 如八八 八八张怎么讲啊 八八张 八八张啊 他说 他说以后会不会好的啊 你说什么 他说以后会不会这个病情会不会好的 他如果不念经的话 他就不会好了 就是一直年纪大 清清楚楚 然后呢又糊涂 清清楚楚又糊涂 到了晚年呢 就是个老年痴呆 如果他念经的话 台长可以保证 他在一年零四个月 基本上恢复到百分之七十 我帮我问问 你能不能叫他不要吃活的 你能不能叫他不要吃活的 他说可以可以 可以啊 你能不能叫他不要吃活的 你能不能叫他 你不能叫他 我告诉你 你跟他讲啊 他下面里边的牙齿都坏掉了 台长刚刚看图腾的时候 他这个图腾整个里边牙齿都不好 也有嘛 啊 关节也不好 你又跳了 他跳了 他跳了一会儿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问一个完整 他跳了一会儿 王仁 王仁 叫什么名字啊 叫南章 是林的林 章是章鸡的章 林征男的女的啊 你的是我母亲 鸽子很矮 对对对 对对 头发往后梳的 对对对 鼻子都蛮大的 对 哎呦 你妈妈在家里过去一直念经的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在天上 在遇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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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要不要我叫他下来看看你了 看看你这个不孝子孙的 他说你是讨债鬼啊 现在我是忏悔 忏悔 忏悔了 好好忏悔了 他现在跟我说你是 讨债鬼听得懂不了 对对对 罗宰鬼 好了好了 谢谢 没事了 他妈妈从小念经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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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